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只是 用有点像去掉最后一个的话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一个程式修改 第一个就是先到我们那个 这个 清除的这个世界里面 那原来是把里面的字怎么样的 set test 为这一个吗 这个字串 那现在修改就是说 其实就是把 取得 就是说上面的那个字串 就是我输入的时候呢 输入时候上面这边这个字串 这个字串先取出来然后把最后一个扣掉 其实清除的逻辑是这样 把最后一个清除掉所以最后看到是 没有3吗 只有12吗 OK那基本上逻辑所以第1个我要先取得这个 字串 里面内容是什么 那字串里面内容其实就是上面这一行 就是 宣告一个s然后取得里面的 资料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的 再set test 就是再把它set test 这个也把其实可以把上面那两行copy下来 然后修改的部分在哪里就说 要set test是什么 里面的东西是不是 不是ss是全部吗 然后呢取得s 点一下 点之后的话里面也叫substring 有一个方法叫substring 那各位可以知道substring其实就切 切字串 你要切从第几个字头 那 字串的话从零开始 第1个字就零开始 他编号所以你只从零开始 那结束的话呢 是 总长度减一啦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选substring之后的话 然后选下面这个有没有 参数有两个一个是star 一个是and 那star的话都给零 就从第1个字切 那最后的字到哪里呢 就是 star就给零就可以了 从第1个字开始 那结束的话就是把 总长度减一就好了 那总长度其实就是s 点什么呢 点leg legs 就是这边有个 属性叫legs 因为呢字串它是一个阵列 它是一个字圆的阵列 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组合起来的一个阵列 那它的长度的话呢 就是legs 长度 那把它减一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怎么办 帮我们substring 切的话就从第 一个字就是 所影子零 到 长度的 减一的那个 最后结束 所以减一之后最后那个字都没有切到 然后再把它 sets test ok之后的话你把它save之后 执行起来 执行为android evocation 执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试试看 就说 我需要输入完毕 输入之后 清楚不要整个清楚 而是只是 帮我把最后一个字 给修正 给去掉就好了 那这我把它改 123 清除 有没有 最后字不见 对 清除 最后字不见 清除 最后字不见 但是我现在在按会怎么样 然后现在再按一下就这样 就跳掉 为什么 因为 已经没有字了你还在subscript 已经是零了 你还给我 清楚 那就完蛋了 所以就bug就跳掉 你这个app就两光了 就让人家觉得 这个app不行 写 如果你的app会 会荡掉那这app 人家一定会给你 一颗星吧 因为有一到五颗星嘛 对 那 就 如果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登录到那个 app是很 很两光的 登录下来你马上会想要把他移除掉 因为真的 现在 你登录下来app 其实很多很多都 都做得很不好 都好像在练习 大部分要做得很好的没有几个 真的没有几个 OK 那 所以这也是机会了 如果你你的东西可以有一点点东西有点 你可以结合你现在的一些know how 你们现在每个背光都不一样 你可以把你所 所以可能有的东西可以把转转一个app 就一个机会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判断吗 判断如果说 那个怎么样你不能再切了在跑的话会错对 那也就是说 要 自算长度如果是 要能够切的话是应该他带多少 带5 电话号码 帽号 5个字 对 长度为5以上 才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做个判断也非常简单啊 在germar里面判断就是if 对 然后后面刮5个条件 刮5 条件什么条件是 我们什么呢 字串的长度 S点什么长度是 lag 所以你打一个l的话 他会自己出现lag 按个enter之后的话 如果什么大于 大于5的话 才会去执行下面的程式 这样的话程度写完了 啊 当然有的时候的话习惯是 再把用大刮壶刮起来 大刮壶 然后在下面这边在一个大刮壶 后刮壶 表示说呢 这边做个说牌 条件 条件是小刮壶的 然后大刮壶去做什么事情 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呢 啊 这一个逻辑 这个条件如果为true的时候 才会去 啊 扣掉一个字 如果他没有大于5的话 那就不要 别不能再扣了不然再跑回去的话 那就会bug 对不对所以 这边只做个简单的判断就是if S点lag 就那个字的长度 大于5的话 才去扣掉一个字 反之 就什么事都不会做 因为 他跳到这里的话就跳 跳出去了 没有做任务事 所以呢把save之后的话 一样的方法按右键 执行为android 可以选 那执行之后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测试看看 就说 如果当这个字串 他到5个字的时候 他会不会再扣掉 如果我现在有个判断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不会 所以我这边一样123 清除 清除 清除那刚刚会在清除 现在因为有个判断 按下去 有没有动 没动 有没有动 你怎么按他都不会跳掉 所以呢 这样的话就稳如泰山 就不会有bug 也就多一个判断式 所以基本上呢 我刚刚讲的部分 重点再回顾一下 基本上呢 就是 第1个先取得什么呢 取得 这个里面有什么的字 用什么方式呢 用这个方式 get test 所以以后呢 用get test 然后呢 to string 丢给 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一个字串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先判断 如果这个总长度 要大于5的时候 那现在等于5嘛 所以不会 等于5的话 那基本上会跳离 不会去执行 那如果他大于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123的话 那当然 打个1的话 他已经 6个了吧 所以基本上是大于5 按清楚 会不会清楚 会清楚 因为他 6个嘛 7个8个都会了 然后呢 他会 set test 里面 比较 那各位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说 这个 substring substring 如果这个方法 不熟悉也没关系啦 其实有一些方法 学习就是游标放上去 这边有相关说明出来 那如果你要看里面的详细说明的话 其实他这边是什么 他是隶属于 Java的Lex 套件里面的string类别 里面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是他的参数 这边有一个说明 官方的说明 按下去的话 他会跳一个 到他的网页官方网页里面 会有详细的说明 不过 英文要好 因为全部都英文 全部都英文 他很详细啦 反正你如果看得懂 他规则这个跟使用说明书一样 你知道使用说明书 他要什么给什么 绝对就可以写出来 OK 然后 把它执行完毕 这个部分就完成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最后这一段 我等一下再拍照放上去 好 好 谢谢大家